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一下 充电啊 这个电流它怎么充进去的 好我们先找到点位图 打开点位图 充电电压 充尾插 5V PP5V0 USB 充电器5V电压 从这个角位 进去之后到哪里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呢 通路里面有一个这个 充电IC U2101 好到了充电IC这几个角位之后呢 它会经过充电IC的内部电脑 然后到降压之后 到达A4B4D4角 变成了一个4.2V 变成一个4.2V 然后呢到了4.2V 然后经过电感降压之后了 到达4.2V 然后呢到了后面的PP VDD面 也就是所谓的图控电 这个时候了主板上 所用的电呢 就来自于尾插 这路电压降压之后 到达了 嗯 嗯 从这里就去看啊 到了这里之后啊 好 然后呢 再经过 充电IC内部降压之后 内部电路到了ABCD角 以及九角管的C1 以及C2C3角 然后到了另外一端 电池电压PPBATD面 BATD也是所有的电池电压 然后给电池的正极 电池内部 给它充电 这是整个充电电流的流向 那人不明白它怎么流向的 这是一个 然后咱们再看 在充电尾叉这里 5V电压除了到充电IC之外 它还到了旁边有一个厂效应管 Q4001 然后在经过Q管之后 到了二角 就到了USB控制管 Q4001的F6角 挑线路 充电5V电压到了这里 就是产生什么 就是产生一个充电图标 闪电图标而已 对于是产生的 对于产生的尽力